大家好,今天要為大家的故事是 阿彌陀佛感應時機3 陝西弟子馬昆山 夜夕焉於蘭州多年 人及成都不知活法 四年前由陝西同業李仙濤之勸導 後來歸一三寶吃素念回 前年的秋天 蘭州火藥局爆炸 起日煙夜同行於明水能進成唱戲 千逃場中把魚人通去 只剩下副經理之子一人在場內 昆山場中把魚人去境 此意不知其所以然者 去後不久火藥局爆炸 成為幾道街坊 無童童鎮湯 雙人無數此 仙桃場中 為副經理之子所住防衛島 昆山場中 為供佛一座房屋 為獨存 玻璃都沒有破裂 其他的都倒了 由此姻緣 南州仍是健身信心 昆山仍是信心一家增長 今天故事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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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